交流到附近凤山地区都出现 烟漆水状况 受到热带低压影响 连城起高雄市区 累积雨量超过70毫米 连日来清雨工程冒雨进行 我们的区域排水大概有115条 那比较急要段的 有一些会影响排水的 我们都已经把它清漱完成了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大概清漱了大概 大概80几公里急要段 雨市还在增大水情中心 严正以待 密切监控各一烟地区 15座的这些车型地下道 那目前我们的抽水机 也都是在待命当中 那还有我们市府里面 还有很多的这些固定式的抽水站 那目前油料也都是 我们都是有去行事 油料也都是充足的 提醒民众要加强防范 尤其是山区 连日来午后震雨 土石松软也要严防灾情发生 大海新闻派这张瑞萍 高雄报导 再看热地压的登陆地点 屏东东港这一波雨 是部分地